這超過二十年來 舞蹈的聲音 幾乎已經成為臺灣人的共同記憶了 這是代表性的臺灣味 所以很多人說 他是臺灣最有魅力的 或是說臺灣最會講故事的人 舞蹈跟我們說一下 你到底怎麼樣運用你的聲音 把事情表達清楚之外 那個韻味跟那個節奏 你有特別的怎麼樣掌握嗎 所有人都一聽就知道 那是您的聲音 我先澄清一下 就是臺灣最會講故事的人 這個是大概是人家賣書的時候 還是幹嘛宣傳詞 其實臺灣會講故事的人太多了 比如我認為臺灣最會講故事 我自己個人認為 黃春銘先生是臺灣最會講故事的人 我真的沒有資格講臺灣會講 那就一個宣傳字眼吧 那我的聲音 其實我並不接 我很討厭聽到自己的聲音 真的嗎 你不知道我們這種年代的人 第一次接觸到錄音機 這件東西 我們年代以前沒有錄音機 第一次從錄音機裡面聽到自己的聲音的時候 都覺得那個機器是有問題的 因為我們自己聽自己的聲音 跟從機器聽到的聲音不一樣 所以你從來不會覺得你自己的聲音好聽 那我覺得一直到現在呢 也我覺得很討厭 你不喜歡自己的聲音的話 沒辦法在臺灣生活耶 在哪裡都可以聽到你的聲音耶 不是我以前為什麼 聲音這件事情就是以前是 比如說剛開始是因為有些 比如說有些廣告的東西 那我就會念 比如說寫寫念的時候 他們講說配音也唸出好像沒有台語的那種感覺 我說因為他們國語太標準 我都不標準 是你們習慣的身邊的人講話 所以他們就用我的聲音 就叫我直接錄 那個時候還好 反正沒有人知道那是我 那你多了之後 甚至後來有自己的電視 做電視節目 臺灣念真前 大家都知道這個聲音 就是跟你的人連在一起 所以這個現在就變成很麻煩 就是聲音辨識度很高 即便你想要只是出聲音 不出人 人家也是要那是無念真 沒錯 那這個也不一定是好 不一定是好 不一定是好事 不一定是好事 當然不一定是好事 我請問丁謙 你從小到大 應該也都是一直聽著爸爸的聲音 在家裡也聽到出去也聽到 他看到廣告他要馬上轉台 馬上轉台 這麼決決 如果就是突然間看新聞 突然間有個廣告 然後是他的廣告 就會有一陣靜默這樣 或是說哎呦這樣 這個人好熟 可是在同學之間一定會有很多人討論 會提及 或者跟朋友出去的時候 然後就不好轉台了吧 那個其實他避不掉就避不掉 沒有其實還好 就是我覺得就是真的好朋友 或是好同學 他們也都是把他當 就是我爸也沒有特別怎麼樣 當我們去看電影的時候 看見台灣也好 或者是那個老音響飛等等 都會聽到舞蹈的聲音 很多人覺得 就是要配上舞蹈的聲音 好像整部電影才更活了起來 那不一定 那不一定 那個 所以也有人有不同意見嗎 看見台灣在大陸飾演的時候 裡面看黃安寫什麼 他找了一個講的 什麼亂七八糟的那種東西 當遇到有人這樣子批評你的時候 在意嗎 不會在意 我怎麼會在意 因為 老實講我就是 這個地方的人 我的母語是台語 我很多東西沒辦法把它講得像你們要求那麼好 這樣 後來我去大陸很開心 因為我朋友有個國語講得非常好 坐計程車 他講 那個司機講你台灣來的吧 我說太好了 你講他人家還是一眼 我講人家也是覺得我去台灣來的 不然這個東西沒有什麼好 這個東西沒有什麼 沒什麼好 去爭辯這些東西的 是 您的書裡面 除了 還有電影 除了這個 很多的情緒 剛剛提到 對社會的關懷之外 其實您一直以來都有一個主軸 我們常看到就是談鬥桑故事 談父親 那這兩位也是這個父子的關係 其實從您的父親到您還有定遷這樣子 你們那個三代之間 這個是不是中間有一個相似的一個脈絡 但是又有很大不同的這種面貌 吳導人怎麼看這樣子的一個 我覺得關心跟愛這個永遠不會變 父親關心你或是愛你 這種東西不會變 只是三個階段裡面 其實每個人的表達方法不一樣 父親那一代受日本教育 他們對感情的表達真的是很爛 他沒有辦法對口說不愛 不要表達 他從他跟你說 我以前看到那個電視也沒有 像老外 以前看過那種Beeble 那個我不曉得那個那個 一個電視劇上美國的 爸爸沒事跟著把兒子抱起來 然後親他一下 我說如果我爸爸哪天做這個 我已經覺得他瘋了 他已經那個 因為我們表達方式不是這樣 我以前以前講過一個笑話 就是就是我考上很好的學校 那時候我爸爸有一天就是去外面 晚上回來就買一支鋼筆 那我們不可能把他叫起來說 這支鋼筆是誰的 但我心裡面想他應該是要給我的 對不對 那時候我們弟弟妹妹就猜 妹妹就在那邊講說 我三年級的開始要寫鋼筆 這是給我的 我爸爸就在睡覺 我就在裡面回話說你吃到肉 就是你吃到肉 那我弟弟就講說 那我想一定不是給我的 因為弟弟成績不是很好 我爸爸就在裡面講說知道就好 知道了 那我覺得那是我的嘛 那我就在那邊開那個東西 就講說這是新的什麼東西 這是這種牌子我好像聽過 對不對 我爸爸就在裡面講說 那個很貴喔 你用壞了你給我試試看 其實這句話其實代表 這就是他表達愛的方式 這種方式 那您跟定谦之間的相處呢 我跟 從想會不會把他抱歪親 會 不是親啦 就是揉揉親抱抱的這樣子 但是我那時候自己一直 一直覺得是其實跟父親 我跟我的父親那麼接近 可是又那麼陌生 我爸爸的他到底是怎樣 從嘉義到九份來 這要聽過很多人講才知道 因為他自己不會講 那我希望我希望跟他的關係 是保持一個朋友的關係 而且其實我那時候比較 那時候已經察覺到 他以後會的很多事情 我應該不會 所以我必須要協著跟他一起 所以希望當朋友就好啦 是 對 當朋友比較也沒有負擔 那定谦以後要當怎樣的爸爸 再說吧 但我覺得父子是一個很奇妙的 對 真的很奇妙 他真的不像父女 父女就是前世情人 就是寵就好了 大部分的爸爸對女兒 可是我覺得父子好像就是一個 我總覺得好像是 就像要進糖果屋 進一個黑森林一樣 就前面有人在丟一些麵包屑 然後你要跟著那個慢慢走 我覺得無論是相處方式怎麼樣 我覺得到這個年紀 我自己的感覺 就是你會覺得 兒子某種方面 他可能是追尋父親的某一種形象 喜歡他的你留下來 不喜歡的你不想要這樣子 可是你一直想知道 他怎麼會變成這樣子一個人 因為你體內有他的血 那追尋的方式在每一個世代 就好像又變得不大一樣 因為他們那個年代 也許他跟我阿公話講的少 所以他就用很多方法去猜測 可是就算是我們話講了很多 我也會很好奇 從他寫過的文字 或是他年輕的照片 不管是他講過的話 我也很好奇 他 就我常常會想說 如果他現在也是30歲的時候 我們會聊什麼 那時候他的人生觀是怎麼樣的 我常常會這樣去想 我覺得好像兒子在追尋父親的影子 那些拼湊的東西 可能是每一個人都會遇到的 那到目前為止呢 您覺得舞蹈的哪些的特質 你很希望你自己也都能夠展現 或者說哪些特質 你希望不要跟他一樣的嗎 嗯 我希望我脾氣比較好一點 但好像 這樣衝康了嗎 他好 他舞蹈有點在意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我剛剛沒聽清楚 他講什麼 他說他希望脾氣好一點 比你好一點 我脾氣不是那麼壞吧 選擇性失聰 他很好的地方是 我覺得 這幾年下來 我覺得真的很妙的就是 常常有人推他出去 就會有人認出他是誰 然後那些認出他的人 都像是跟他認識了十幾年 就會像是 欸 舞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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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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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啊 然後就地名片 他說 不好意思 我沒名片 你不用 你不用 就好像那種互動是他們已經認識 奇怪怎麼大家都跟他很熟的樣子 其實他們第一次見面 是 這根本完全不認識的人 但是很多人就開始會跟他說 我是做什麼的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好像他有一種親和力 是讓人家願意掏心掏肥 講出他們的故事 或是很容易跟人家做朋友聊天 你現在會很欣賞這樣特質 也很希望自己是這樣 那你小時候會這樣嗎 那小時候會不會在 尤其青少年那種時期 會覺得這樣很尷尬 你是說 你自己看到別人 對你父親 父親朋友超多的這樣 還好 還好 我覺得好像一直以來 他都是蠻多朋友的這樣子 那在這個就回到 我覺得像現在三十幾歲 又會覺得說 自己沒有兄弟姐妹 就是靠朋友了 你更會覺得說 如果能有一些很好的朋友 或是你很容易認識人 那你可能生活過得比較多彩多姿 其實舞蹈就一直希望說 孩子能夠朋友多對不對 對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因為其實這個東西就是 也受父親影響吧 我父親以前就是這樣 朋友 因為礦工嘛 他們是生命共同體 他們朋友 他對待朋友 對朋友的事情 比家裡的事情重要 我記得我們家颱風 屋子 屋頂被先走了對不對 我們家大概是最後修的 先去修別人家 不是我們那邊的礦村 大概有一個不成文的 大概本人就是寡婦家先修 等等再來修誰的 他有的是他尊敬的兄弟 就像這樣修 我家自己的家都沒關係 這樣子 都沒關係 他以前他做那種 當那種義務的那種廚師 就是村子裡面有婚喪喜慶 免費幫人家煮 煮到最後甚至 他的朋友在外鄉鎮 也叫他去煮 那我們爸媽媽每次都很生氣 就是說你去幫人家煮 你沒有打 你賺 沒有 你沒有去工作 就沒有薪水對不對 那你去幫他煮 他就人家拿多少錢 他常常煮到over 我就是又虧錢這樣 可是他覺得他朋友比較重要 所以家裡的事情比較還好 可以放後面 其實您也欣賞 您的父親這樣對不對 我常常被抱怨 我到現在為止 常常被很親近的人抱怨說 你對待外面的人 當你最親近 跟你最親近的人 其實受你的福最少 對 那我覺得好像是 反省過來也是這樣 所以這年頭到這種年紀 很常常反省 比如說反省當父親這件事 我覺得我是一個負責任 不太負責任的父親 會這樣嗎 定賤 我的意思就是說 對他成長過程 我一直認為兒子 就是一個獨立的生命 你看著他不要去做壞事就好 其實他做什麼選擇 做什麼選擇 比如說我親戚 我有朋友跟我講 他幾歲 你怎麼不逼他結婚 我說我又不是我要結婚我幹嘛逼他 婚姻是他自己的選擇 他到什麼時候決定他去 他說沒有這樣的爸爸 那算了算了 那就算了 比如說他要考試 他要選什麼東西 我們都是最後被告知 被告知了 被通知了 結果是這樣子 本來每個人就應該為自己生命負責 而且從來沒有一個手冊是說 就是標準做爸爸的這個東西 沒錯 沒有SOP的 每個人都在自己摸索這樣 是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 很不同的父親的型態 然後舞蹈也特別跟大家講了 他也沒有那麼愛自己的聲音 也滿驚訝的 但是大家還是很愛你 我們稍後再請兩位再談 對外界的一些評價 他們又怎麼想呢 如果我不介意去 從另外一個頭開始 去學新的技能 或是接觸新的領域 那我覺得那個都還OK 我覺得會更放膽去做 我們這個行業就是這樣 從以前說到當編記什麼東西 你都很清楚 你都很清楚說 你隨時可能隨時被淘汰 隨時人家不要你 因為你的創意已經不好了 所以你必須要隨時在準備跟更動